帶你關心到反黑箱 黑箱的課綱抗議行動 學生發起包圍教育部 從下午開始 上百人陸續集結在教育部外頭 晚間是更點起了蠟燭 排成黑傘的形狀 希望教育部看見 學生心中對教育的熱火 而活動稍早九點多 已經結束 氣氛相當平和 而部分學生決定要夜宿在教育部 警方表示不會驅離 反對行好教育 教育不是遊戲 教育不是教育 教育部門口擺著部長吳思華的看板 大大寫著退回黑箱課綱的訴求 他看板前堆滿的教科書 象徵洗腦教育在台高族越跌越高 我們希望我們的內容 是符合多元專業 而且客觀的條件 我們希望我們的程序 是符合公平正義 是符合民主法制的程序 第三 也就是最後的一點 我們希望能夠撤銷課綱 上百名學生和民眾 21號下午開始急急在教育部外頭 擔心發生衝突 警方架設約兩公尺高的巨馬 並派出大約30名警員 而學生們則在巨馬上 披掛白布寫訴求 完全沒有跟我們溝通的誠意 那我覺得不是一個政府應該要有的作為 無法到這麼極端到把課綱都整個廢除的話 那至少也要尊重更尊重基層的聲音 然後改變一些太偏向中國的意識 大中華意識的一些內容 採取太陽花學運的模式 高中老師 大學教授還有學生 民眾輪流上台宣打理念 呼籲退回8月將上路的微調課綱 只不過現場出現很多 與課綱無關的旗幟 甚至有民眾上台發表與教育 完全無關的言論 似乎模糊了反黑箱課綱的焦點 課綱是全民的事 不是只有 我們不要把它區分成統獨一個問題 這裡不是一個一言堂 因為畢竟他們說這是一個論壇 所以我如果覺得每個人的意見 都可以聽進去是很好的 聆聽不同聲音 從各個角度看政策 學生認為都是好事 活動最後學生在馬路上寫訴求 並以蠟燭擺出雨傘形狀 藉由點蠟燭能讓這個黑傘發光 然後讓真相被看見 順便傳遞民眾心中那把火 然後讓教育部看到 整個抗議行動至少維持兩天 不少人更決定要夜宿教育部 要求政府得派出教育部 次長級的代表協商 並撤回徵營微調課綱 才願意離開 越境TV成群解禮中線 SNG小組 台北報導